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晚安 那各位辛苦了 那有關本院一百一十年度生機更衣至第二號 也就是李一祥先生涉嫌過失致死罪嫌案件 那本院剛才裁定李一祥先生是從今天 也就是一百一十年四月四日起積壓二月 然後禁止接見通信還有收受物件 那那個理由是 本件經法官訓問之後參考 卷裡面包含檢察官立次提出的資料 那還是我們仍然認定 李一祥先生涉犯刑法例兩百七十六條的過失致死罪嫌重大 那沈卓這一件案件是涉及公共工程的承攬契約 施工廠商還有監造單位 還等一些有關的人是很多的 然後被告跟施工廠商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有必要要等偵查機關分析資料之後 才能進一步的實施相關的偵查作為 在審酬李一祥先生有之前有曾經指示員工繪圖 而有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的情勢 所以認為有事實主任 李一祥先生有煙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的高度風險 那而且這一些不是依照 不是用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或遵守行使用法定一百十六條之二 而第一項各款的市由就可以防止被告淹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的危險 所以認為有羈押的必要 否則認為有顯然進行速追 所以我們裁定被告李一祥先生從今天開始 羈押二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授受物件 這是本院生機更衣 110年度生機更衣至第二號裁定的理由概述 昨天是交保 但是今天確實一個羈押 那一個理由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理由 因為就上級審 也在上級審 也就是台灣高等法院花年分院 撤銷發回本院所指摘的事項 不管是在要件的有無理由的充分與否 還有那個替代性的處分 是不是適當 這些我們都會詳細審酌 再加上檢察官歷次都有提出一些資料 還有說明 所以我們重新審酌県內各項市政的結果 然後我們裁定被告與擠壓 今天是否有提出什麼新的資料 這個部分因為仍然要跟各位報告是 這件事現在人在檢察官偵查當中 依照偵查不公開的規定 有關細節還有其他案情 我們沒有辦法一一跟各位指明 但是昨天跟今天的結果差 但是昨天用50萬交保 有來家屬非常不滿 認為50萬太輕 因為是50條人命 有沒有在這一次就是變成羈押 這麼大的改變 有參著這樣子社會期待 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我們就羈押羈押與否 仍然是依照行政作用法相關的規定 來去審酌羈押的要件 還有必要性 還有這也就是說 我們純粹是依照法律的規定 去審酌是不是 是不是有羈押的原因 還有必要性 所以今天做這樣子的決定 昨天縣市住居之後 有長達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這次計案裡 有包含有勾串的可能 那這部分怎麼樣來保證 這個部分因為之前我們法院 已經裁定他交保 那被告聚保出去之後 這一段時間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可能被告在這邊 是不是有可能有勾串 或是滅證的危險 這個本院並不窒息 也沒有辦法確認 昨天到今天到底有沒有新的市政進來 改變這次的判決 這個因為這個案子是 目前來講是偵查不公開的 偵查不公開的情形 就連我也無法 也無法也不能去接觸 券證資料 所以這部分還是跟各位說聲抱歉 我真的沒有辦法主義的說明 甚至連我自己本人也不是很清楚 那就他本人知道這個抗告 這個結果之後他有表示什麼 這個部分因為是在法庭裡面發生的事情 其實因為我並非成神法官 所以我並不清楚 就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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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